其实呢市集对台湾来讲一般都不陌生 那我想说办过的市集非常的多 但是能夠再融入一個情境裡面 比方說你在透遊逛市集的過程裡面 你會在無意間可能第幾攤的老闆 他就是一個安排在裡面的舞者 那他本身就是一個劇場的安排 那透過這樣子的互動過程裡面 讓你能夠引發一些 你對於比方說飲食的美好的部分的懷念 或者是對於過往歷史裡面 印象中很深刻的這樣子的文化的連結 然後透過這個劇團的舞者的一個跟你的互動 然後呢 無形中其實你也變成是其中的一份子 那我覺得這個就已經跳脫了所謂傳統逛市集的感覺 因為逛市集只是這樣子 這一攤這樣子賣什麼東西 然後看一下 可是呢 你卻沒有辦法跟這個攤位的主人 做一個更深度的連結 那我提到比方說像古蹟燒這個攤位好了 那其實古蹟燒呢 我覺得它很棒的一個演繹 就是說 它透過呢 有留生機 或者是有一個辮子條 然後呢 它希望你用交換的概念 去交換這個古蹟燒 就是紅豆骨 但是呢 它希望是透過你的記憶裡面的一個回憶 把這樣子的過往的故事給寫下來 那我發現呢 很多 他們當時候所留下來 部客的故事啊 透過他們的舞者 在把這樣子 可能對以前啊 在彰化老家 然後印象中 後來他來到台北打拼 可是呢 過往之後 他發現說 奇怪 當初的初衷怎麼 不知道是為什麼 那這樣子的一個冥王 後來他覺得說 人跟人的連結 似乎應該在透過什麼樣的一個管道 讓他再呼應出來 那我覺得透過這一次 古蹟燒他們這樣子的一個呈現啊 我覺得非常的有它的一個深度的意義在 就是把我們印象中美好的一個面 再重新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專業舞者的演繹 讓你看到了更真實的一種回憶 或者是更真實的一種生活態度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現代人比較缺乏 或者是說 在充充滿滿的一個節奏裡面 似乎 呃 必須要有一個點 有一個頓點 是讓我們再重新把以前這樣子的一個回憶給拉回來 那我覺得這個就呼應到我們這一次小樂記 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 如何把 呃 以前的生活的美好 透過現代的方式 再重新去演繹 那讓現代的一個族群呢 能夠更容易去理解 哦 其實歷史並沒有不好 哦 它有它很多 呃 迷人的地方 那那現代 可能有它科技的部分 那怎麼把歷史 哦 跟現代 做一個 呃 完健性的連結 我想 這是我們小樂記這一次 很想要去凸顯的一個議題 我想 應該會重新来的一會兒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在화 地域中研究所